你很小的时候看古装剧 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古装 然后会披着床单 假装自己是宫里面的 然后差不多到我高中的时候 在成都那边有接触汉服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汉服 是因为第一个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汉服 然后呢也比较喜欢像现在这样 去参加各种汉服活动呀 关于拍摄 我就觉得能把爱好当成事业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拍照比较久 可能有个七八年了 然后视频的话 因为最近视频大家才兴起 然后视频应该有个三四年这样子 汉服活动就是像现在有的国风大典 然后国风大厂这样的走修活动比较多 要比较深的是 疫情过来之后的第一场活动 是在西安 西安的一场国风大典 因为人特别多 然后那次的那个走秀是在西安的景福荣园 因为是在那个景区里面走秀 就很有那种古代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次印象特别深 区别其实挺大的 Cosplay的话它其实更偏仙霞 它的那种游戏感跟重 对 我觉得汉服是更日常 就是还是很明显的有一些区别 比方说像那个古风类 Cosplay的里面的衣服 它很像汉服 但是它会有一些区别 它身上一定会有一些装备 还有它的形质跟汉服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女生喜欢汉服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女生 一个是本身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热爱 然后更多的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的汉服也做得特别好看 就女生都会喜欢漂亮的裙子 所以有很多人他会喜欢汉服 会喜欢好看的东西 然后男生也是有很多 因为对历史呀对文化这些 对传统文化都很喜欢感兴趣 然后就觉得说 可以把以前一些朝代的衣服穿在身上 会有一种是心里感觉很自豪 我觉得 我觉得会 其实最近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 你没有发现就是近年来 好像特别多的跟国风有关的合作 有很多跟国风有关的节目出现 包括像我们用的护肤品 包括像一些国外的打牌 他们都已经开始做什么国潮呀 国风的联名 文创节目也特别火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感觉 跟传统文化有关的都还蛮流行的